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妈妈啦 狂幻之刺 好累啊 感觉身体被掏空 这不可能 怎么还有四个修行者 在看哪里 你的对手是我 你怎么越打越强 不 不可能 刘依 你可太帅了 你们也很厉害 刚入门 就能把那些印图 打得落花流水 以后不能再惹他们生气了呀 就刚才那一套连招 吃一下 我都活不下来 绅士大人 爱莎 你不在部落帮忙 来这里干什么 将士部落被人偷袭了 组长受了重伤 您赶快回来吧 竟然有人能突破咱们的防御 廖静呢 廖静不是留在部落里吗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三个实力很强的人 他们和廖大人打的不分上下 但因为人多 廖大人最后占了下风 难道 来袭击我们的不止这一步 我一走就提醒过你了 你真的以为来杀你的就只有我们吗 这个礼物你可很喜欢 就算你现在回去 也改变不了灭族的事实 组织人手 我们立马回去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组长平时的吩咐都忘干净了吗 好严重的伤亡 真是一招回到解放前 好在我们有感受到其他神医修炼者的气息 看来闻家另一波人马已经撤退了 左胸被剑之类的气无重创 虽然及时做了处理 但出血量太大 已经失血过多了 刘翼 江组长可以交给我们吗 我学过很多急救的知识 而且我和婴儿的神医合体 可以有制衣的效果 没想到 神医居然可以有合体效果 那就麻烦你们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有什么坏事要发生了 江组长的情况很严重吗 他受的伤本身没什么问题 那一剑只刺中了他心脏庞 部落里面有人给他做了很正确的急救措施 但 但是他的心脏处有一块不知名的魔力 那魔力似乎具有强烈的毒性 正在源源不断地侵蚀他的心脏 这才是大大出血的真正原因 难怪说是惊喜 难怪那么轻易地蜕变 原来剑上有毒 我来给你们输送魔力 你们试试能不能驱散他 江组长对我们有恩 我们也来帮忙 不 不用了 我已经无力回天了 族长 没想到我也会有这样的一天 看来命运还是对我太苛刻了 族长 您就好好休息吧 别多浪费力气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跟你学习 想要你告诉我 刘易 我知道将是部落流布 选艾米那孩子为下人组长吧 其他的我也不求你了 只是我 我是多么的想要去看你描述过的世界啊 如果我还有以后 你愿意带我去吗 我 跟你开玩笑的 让艾米进来见我吧 我时间不多了 组长我 艾米 跪下 从今天起 艾米接任僵尸部落组长职位 由于你年龄尚小 所以代行组长之职 三年之后 正式接任组长 什么 组长 您是不是跟我错了 我不行的 没有您 我只是个僵尸的小丫头而已 您不能这样丢下我 你呀 你跟我太像了 我当然知道你可不可以 拿着这个 以后有什么事 多跟刘易商量 对不起啊 不能再帮你们了 组长 组长 组长